朋友们好,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兄弟姐妹的关系好不好,要等父母走了,自己老了,才能看出来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很多人怀着侥幸的心,认为自己做了恶劣的事情,得了钱财,还能乐逍遥 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的侥幸都会变成不幸,反而是愿意吃亏的人越来越有福气 在一个家庭里,兄弟姐妹流着同样的血,但是性格、三观、习惯、格局、挥衣等等都不一样 他们对父母的孝道也是形形色色的 那么兄弟姐妹的结局,到底会形成什么样的差距呢? 要到父母走了,自己也会老了,才能看出来 正所谓,少年有福不是福,老来得福,才是福 当你老了,去兄弟姐妹家吃个饭,就会看到以下几种因果,好不好一目了然 第一,争夺遗产最厉害的人,多半是晚年受穷的人 父母留下的遗产,你要是得到了,那就是不劳而获 万一父母有很多遗产,你独推了,岂不是后半生都衣食无忧? 想法很好,但是不符合现实 因为得来全部费功夫的东西,很难得到珍惜,容易滋养败家的行为 在清朝有一个富豪,叫圣AE,江苏蕊 他出生的时候,慈禧太后给其赐名,可见家庭多显赫 在父亲的帮助下,他出国留学,还获得了华中水电公司的董事头衔 有很多做生意的机会 父亲过世之后,他开始独占家业,花钱大手大脚 有一次,他给了赌博,输掉了有100多栋房子的弄堂 但是一点都不心疼,毕竟类似的家业有好几处 他还娶了好几个妾,生下几个孩子 但是他从来不管孩子,而是花钱请人管 有一次宴席,他包下了关前北局的整座新苏台旅馆 吃完饭,又请人去看菊花 车马排成长笼,领头的马车已到了流远眉口 而末尾的马车还没有出门 到了晚年,他的家业基本上败光 躺在床上如同枯木 人啊,曾经有多气派,后来就有多凄凉 从人性上来看,一个人拼命争夺遗产 还说明一个问题,心穷,见不得兄弟姐妹好 也可以说明,一个人北谁就很穷 也没有独自赚钱的北市,长期肯老 或者有肯老的愿望,坐等父母的遗产,过日子 父母可以给儿女输血 但能否富起来,靠儿女自己造血 反之,那些不依赖父母钱财的人 自己有北市,还通情达理 照顾到比自己更穷的家人 从而永远不受穷 拒绝赡养父母的人 多半是家风不好的人 赡养父母不仅要花钱,还要花时间和精力 若是父母在晚年,苟延残喘,要端食端尿 这就让人头疼了 很多人看到父母健康时就来凑热闹 父母走不动了,马上不再回来 人影都不见 完全不顾父母死活的人 显得特别冷漠 他们非常自私,想尽办法维护自己的利益 是不是抠住了自己的利益 晚年会更好呢? 有一个例子 明朝的时候,官员张晋接到一个案子 说一个穷到没有饭吃的老人 去儿子家偷东西 因为天黑,儿子看不清是谁 就抄起柜子,带着家丁,把老人灭了 按照律令,儿子是保护自己 不应该追责 按照孝道,这儿子怕老子灭了 这是不孝,要追责 左右判断都为难 张晋想了想,把儿子喂斩了 然后写下了判词 儿子有余才,而使父贫为道 不孝名义 儿子在家天天吃饱喝足 但是父亲一碗饭都没有 这就迫使父亲去儿子家偷盗 这不是摆明了孝道不够吗? 这儿子因为拒绝赡养父母 守住了钱财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也因此毁掉了自己 农村有一句土话 但看屋檐水点点滴滴 旧窝池 能够不孝顺父母的蕊 他的心是冷漠的 言行是违背家庭规矩的 无形之中会被子虽学到 因此家风就失败了 一边谩骂父母 一边教育儿子要孝顺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行得通吗? 我们迟早会明白 孝顺今天的老蕊 就是爱护明天的自己 第三 放不下旧账的蕊 多半是内心很痛苦的蕊 有一个词语叫耿耿于怀 但凡有想不通的事情 都会堵住自己的胸怀 让自己的内心很难受 他们每天都想不通 那么你每天都不快乐 这日子也白活了 一个人放不下兄弟姐妹 自己和父母的恩怨 那就是把旧账记住了 在平时也会忍不住说出来 说话的时候是咬牙切齿的 我的一个老乡 因为和家里争夺一块菜地 老翻了脸 老乡的儿子 要和老乡的侄儿合作做生意 老乡违训 马上阻止 哭诉着 我和你伯伯是冤家对头 你还敢相信你伯伯儿子 他会害你的 多年后 侄儿发财了 儿子却依然穷愧 儿子看到父亲就气非不已 机会就断送在你手里 父子因此闹翻了脸 很明显 老乡把家仇当成了传家宝 最终回报到儿子身上 如果老乡既往不咎 家庭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冤家一姐不一姐 兄弟姐妹有过节 不奇怪 奇怪的是到老都放不下 还教唆子女要记仇 能够宽容大家的错误 放下过去的A院 这样的人晚年活得特别轻松 也性格开朗 受到子虽的追净 父母老了 我们用什么言语对待 还得从长记忆 把孝顺父母当成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对子虽的教育 对兄弟姐妹的关系改善 你就会变得善意 也会善有善报 人生的安排 都是吃苦在前 享受在后 反哺父母也是的 父母走了 我们用什么方式 对待兄弟姐妹 就代表儿女也会用什么方式相处 别把榜样力量弄丢了 切记 好家风代代相传 别在你这一代弄丢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